若細社群經常被標上很負面的標籤 尤其是女性 那他們又如何面對呢? 我今天就邀請了兩位嘉賓 第一位是單親媽媽和抑鬱症康復者Bonnie 第二位是新來港婦女周玲 他們都參與了平機會最近舉辦的攝影展 透過相片分享自己的經驗 讓我們一起聽聽他們的故事吧 我第一個嘉賓就是Bonnie 很感謝Bonnie接受這個訪問 你介不介意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就是習慣了很長期的腰鬱症人 簡單說我有一個兒子 兩個人相依為名 一路都不覺得自己有腰鬱症 覺得自己是我不開心 是我性格內向 我家為林大玉一點 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 何時才知道自己是 真的有抑鬱症呢? 就是我離婚的時候 那時的衝擊很大 整個人都崩潰了 當然就很不行 在偶然的機會之下 去接受看醫生、吃藥 接受一些輔導 看我來說是偶然 其實就不是真的偶然 而是我去到情勢很差 去到想去自殺 去調流 那一刻我已經準備了 我住高層 準備在我家裡有個天井位 天井位是很好的 樓下沒有人的 沒有人走的 是封鎖的 就覺得這個位置不錯 好 安全地不會影響到人 是有這個想法 那我就站在天井 因為都是有些欄杆的 我站在那裡 在那裡想 當時情緒就很差 在那裡想 有很多人會閃 很多影帶都播出來了 突然間有張很可愛 我兒子的嬰兒照 那張嬰兒照 我放在客廳 放了很多年 每天都看著 很自然那一刻 那張照片 在腦袋裡面一閃 就閃過了 我突然間又覺得 那張照片很有趣 我的兒子很有趣 我仍然想繼續看這張照片 所以就是 那一步就不是走前跳下去 走進去輔導室 其實我輔導的過程 都不是那麼順利 因為早期 有些朋友都鼓勵我 找一些輔導 找一些社工 但我當時就很抗拒 很不要 尤其是我那個年代 就不是那麼容易去接受 要接受 要見社工 要接受輔導 我是不是很不行 我是不是很差鬥 很不願意 就是把那些痛的東西說出來 很不想的 那種很抗拒的感覺 是我不想再去面對 一些不開心的事 我不想被人去挖 一些不開心的事出來 所以那次的印象很深 就是我什麼都說不到 各位臨床心理學家 都沒有什麼好做 唯有就是血壓 真的沒有灰心 其實我是很難過很傷心 我是想幫自己去治療 都想自己得到治療 但偏偏那些治療的過程 我就不順利了 就做不到一些事情 那之後呢 我就很不開心了 很挫敗 難道我沒得醫治 我沒得幫到自己 那走到公園 剛剛就是到天下 剛剛天下 剛剛天下 街燈射著一張空椅 那張空椅 一看下去就很有感觸 我在輔導室裡面 對著一張空椅 我什麼都說不到 但是對著這張空椅 這張空椅 我就很有感觸 那我的感覺就是 原來我的安全感 只有一張椅子這麼大 那張椅子以外 就是一個黑暗的世界 是很灰空黑的 可能拍完這張照片 我終於明白了自己 當刻為什麼我說不到 為什麼做不到輔導 那之後就覺得 拍照又不單好玩 拍到漂亮的照片 有滿足感 另外也是令我去明白自己 我看到這些照片 大多數都是選植物 或者花 或者大自然 我也發覺 為什麼我很少去拍攝人 又是和我的心態 都有點關係 因為我覺得 在我的經歷裡面 是很多不開心的事件 都是和人的關係 離婚 家裡以往成長 家裡的關係不好 所以對人好像 我少少逃避 反而我去到大自然 有個感覺就是 大自然的世界 譬如花又花的面貌 草又草的狀態 草又草的形狀 大家都是用本來的面貌 是存在著的 我都很想成為大自然的一份子 我都很想找回自己本來的面貌 正如我不是一出生便是抑鬱症 我不是一出生便會注定離婚 我找回自己一個初心 我想問你覺得 在香港社會裡面 有很多人都可能會對抑鬱症 有很多誤解或偏見 你覺得最常聽到的誤解是甚麼 不單止要不症 整個精神病都是 在精神病一般人 我想是遠於大家的不了解 還有一個小的接觸 如果能夠多些接觸 尤其是能夠親身去接觸 那個誤解或偏見可以消除 所以很好 有現在這樣的途徑 多些讓人明白 精神病是甚麼回事 精神病都是普通人一個 還有覺得有時 跟普通朋友聊天 有時我也有少少的體會 可能對方很有善意 叫你加油 不要不開心 其實這類的加油 就不是一個禁用語 只不過用在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對象 就算我有時抑鬱 別人叫我加油 我都很開心 只不過我的狀態 如果很差 我已經很辛苦 我已經很努力 令自己開心 但是我突然聽到一句 你加油 即是當時我會有感覺 難道我不夠努力 你還要我加油 我已經盡力了 另外也聽過 我也試過 以前的事 舊事的事 不開心的事 你忘記它了 發生的事 是存在了 已經成為我生命裏面的一個痕跡 是我走過來的路 反而我覺得 因為我正正經歷過 是有這樣的事件 就是過往發生的事件 是給我一些得著 成為我的人生裏面的寶貴經驗 我知道你也親自推廣活動 或者幫其他行復席 有什麼活動你最近都有參與 心影會 因為心影會是一群醫護人員 很好的 密醫生 他們組織了一群人去搞活動 透過攝影去推廣精神健康 另外我自己都 因為我的身份都是單親 我都參加單親協會 都是在單親協會裏面用攝影去推廣 如何走出來 如何經歷一些事情 我都很想多謝你接受這個訪問 多謝你分享你的背景 多謝你 我們這位嘉賓就是周玲 很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你可不可以自我介紹一下 你好啊 妮妮 我是周玲 我那是12年跟我老公結婚 跟住就沒有拿到身份證 17年拿到身份證 來到香港 那今年呢 就第三年 所以我來到香港的時間 有三年 我知道香港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新移民來到就是想拿社會的福利 這個誤解 我相信你都有聽過 你想跟他們說什麼話呢 其實我想講 我來是為了家庭團聚 包括我身邊很多朋友 都是覺得 哎呀 出去好像很多聲音 都是對著新移民的 那我覺得 我們來不是為了拿福利 我們老公有上班 然後有交稅 變成之前呢 都是住在老姨奶奶家 然後連公屋我們都沒有拿 那現在我們住 又是自己住湯房 我就想說 我們都是靠自己雙手獲得的 對 我來香港不是拿福利 我沒有拿福利 我不喜歡那些為了拿這些 而不住室的人 想辦法去拿政府支援的 我沒有想過 我老公也沒有想過 對 可能也不會有這麼一天 如果我健康的話 對 我靈異出去 有時候前幾個月我老公就失業了 然後我會告訴我地盤的朋友 住地盤的 我有出去住地盤工 然後來維持家庭的生計 因為沒辦法 對 如果老公在家裡帶孩子 我就出去做了 我們說一下你的作品 不如 我見到其實有一張都挺特別的 這個就是你自己買 買豬肉 對 買豬肉 那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你這張照片 你當時拍攝的時候 想到什麼 或者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我不是演這個當主 但是我是在買菜的時候 遇到的一些問題 對 就是有時候我會去買豬肉 住家庭主婦嘛 所以常常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就撿一塊肉啊 哎呀 幫我撐一下多少錢 或者有時候我帶的不夠錢 剛好那塊豬肉又貴過 多於我口袋裡面的金額 不要這麼多 吃小一點 行不行 老闆就會說 你以為這裡是大陸賣 對 然後什麼都很貴的啦 怎麼怎麼樣 其實我買過菜的啊 你要不要說我是大陸的 是不是 大陸也要生活啊 然後我來到香港 我也要吃菜要吃肉的 這樣就是你 可能有些發生了好的事 但是我覺得這張照片 其實都很有趣的 就是你兩個女兒 就是因為家裡小 那所以我跟我老公 都是非常覺得 有點虧對於他們 因為以前呢 兩個月在家裡要上學 然後就洗功課啊 就有時候看書啊 家裡最大的地方 就是那張床 對 所以所有的空間呢 他們都在那裡 然後今年 上半年呢 整天都是在那裡玩來玩去 對 就沒有太 所以我會覺得有小小的心酸 和對不起我的兩個女兒啦 對 但是我覺得其實你兩個女兒 有你這麼好的媽媽 應該很幸福的 不過他們都很乖的 他們也很滿足很聽話 雖然在這麼小的環境當中 但他們都很樂觀 嗯 還有我都知道 其實你都有去幼稚園做一些活動啦 那你背後其實 為什麼會想做這件事啊 或者背後有什麼是推動到你做這件事 其實幼稚園舉辦了 在180的時候 他們舉辦了這一個活動 嗯 然後就請外面的老師 老師回來跟我們講 然後讓孩子呢 多接觸一些語言 就是比如說我會講普通話啦 還有有的媽咪呢 爸爸呢 是外國人啦 他們講英文啦 然後會分享一些 書本上的故事 用自己的語言 分享給他們聽 讓孩子去多接觸一些多的語言 讓他們以後上其他學 上高一點年紀的學了 就會豐富一下自己的語言 所以我聽了之後 我就會去圖書館 找一些有關於很好的一些 童話故事啊 或者那些小故事 會去學校分享給他們聽 我都有徵求我女兒的意見 因為她在幼兒園讀書嘛 我說媽咪去學校講故事好不好 然後她就很支持 她就很期待在課室裡面見到媽媽 跟著後面一個學期講完 第二個學期又記著 都反應都很不錯 然後那些同學下課之後 會到外面 有時候見到 哎呀故事一一 然後媽咪這個是今天給我們講故事的一一 都很都很好 交了一些很好小朋友 嗯我的小女兒啦 那個時候一一歲多 然後就跟沒有人幫我看嘛 然後我就帶著她去課室裡面講故事 她又很乖 然後就跟那些大哥哥姐姐住在一起 聽媽媽講故事啦 然後她現在上K1 都很好學 可能跟我當時帶她 常常進出幼兒園的關係 我覺得都很大幫助 然後也給我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鍛鍊吧 對對對 也非常感謝學校 都很感謝你今天分享了你的故事 還有你的作品真的很特別 謝謝 聽完這麼多位攝影師分享他們的故事之後 如果你們都想支持若細社群的話 大家只要在這個網站 就可以看完他們的作品了 平機會現在還在南風沙場舉辦實體的展覽 至於第二場展覽 就會三月在香港大學舉行 大家記得留意這個網站 把握最新的資訊 咦?你們還沒走? 走之前記得留言、LIKE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